好 这样您看到的画面就是 号称台铁最美区间车 EMU900型将在4月1号首航了 清明连续假期过后 台铁还将赤资200多亿元 采购52列车 目前已经交车两列 预计2023年底前将全数交车完毕 号称最美区间车的台铁新一代 通勤电电车EMU900型 银色流线型的车壳 搭配默黑的镜面 亮绿色的车身腰带十分吸睛 还有微笑头灯 内装以马卡龙粉蓝色系为主 并增加自行车放置空间 千呼万唤之下 终于要在4月1号首航 不过这首航并不容易 从去年10月24号抵达台湾后 在花莲港卸船交车 11月3号展开试车 因为试车延宕 及电工出现异常 经过重重测试 原本要在春节行事 也被迫延后 索性终于在本月29号 向第三方独立验证与认证公司 德国的技术顾问 拿到安全营运证明 终于可以上路 为了纪念历史性的一刻 4月1号在基隆车站 将办理首航活动 并且将从新北树林 开到基隆 预计在4月4号 能够投入清明廉价书运 每天两班车将行驶 花莲跟树林路段 清明廉价之后 将定期行驶 苗栗到基隆区间 这回台铁去资253亿 采购52列车主 其中有两列 已经在去年10月交车 到2023年前 剩余车辆将全数交车 1号即将首航 铁道迷野迫不及待 想要见证 最美区间车的行驶 东森新闻旅国报 基隆报导 1号 2号 2号 2号